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学员 我是讲师金益峰 我们本节课探讨私下家常见问题当中的结构体和共用体的sizeoff 也就是我们的知识点结构体和共用体变量的sizeoff 谈到sizeoff 我们在一般的面试体当中 每一次都会出现 尤其是我们结构体和共用体变量的sizeoff 给出一个结构体或者是共用体让你求出它的sizeoff是多少 这个呢不仅是烤点而且是难点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结构体变量的sizeoff 第一个是这个结构体变量的sizeoff 一般来说呢 结构体变量的 占据的内存大小 是所有成员变量占据内存大小之和 但是呢 有些例外 需要特别的注意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 呃结构体先来定一个结构体 struct example1 第1个成员 第1个成员 short short s1 第3个成员 硬测 i1 OK 针对我们这个结构体我们来分析一下 由于 x的 偏移量 x的这个偏移量呢 它必须是1的倍数 我们来注释一下 我们来注释一下 x的 偏移量 必须是 1的倍数 必须是1的倍数 必须是1的倍数 而硬特型 必须是4的倍数 硬特型 必须是 4的倍数 就是它的偏移量必须是4的倍数 short的偏移量 偏移量 必须是 2的倍数 至于那个 也就是与它的字节数是一样的 x的字节数是1 short字节数是2 硬的字节数是4 double字节数是8 然后呢 我们的sizeoff sizeoff example1 它的结果呢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似乎好像是我们的是1 加 1加2加4 是不是等于 这个 1加2 加4 等于7呢 这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 值呢 返回值呢 是8 我们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呢先把它这个 复制出来 然后呢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std 我们这个cout cout 就是 求出 我们的这个sizeoff andl 我们来运行一下 它的输入结果呢 18 ok 这毫无疑问呢 就说是 推翻了我们这一个结果 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这一块呢 就牵涉到 牵涉到什么呢 字节 对齐的机制 牵涉到字节对齐的机制 字节对齐的细节呢 和编译器实际上 和编译器的实现呢 相关 它一般而言呢 有三个准则 一般而言有三个准则 我们来给大家 一一的来 解释一下 首先第1个准则的话呢 它是什么呢 是结构体变量的 手地值 能够被其最宽 基本 类型元素的 大小 所整除 结构体 变量的 属地值 九级变量的属地值 能够 对齐 最大宽度 基本类型 成员的 大小 所整除 也就是说我们来 看一下 就是我们结构体变量的手地值 我们的这个size of 它如果是7的话呢 它这个 而它这个 它的这个最大宽度基本类型成员的话呢 应它 为4 7不能被4所整除 所以呢 不能是7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2个准则 结构体 每个成员 相对于结构体手地值的偏移量 都是 成员大小的 整数倍 如果有 需要编译器 会在成员之间 加上这个 填充字节 比如说我们这个 结构体 每个 成员 相对于 相对于结构体手地值 得这个偏移量 都是成员大小的整数倍 都是成员大小的整数倍 但是呢 如果 有需要 有需要 有需要的话呢 则这个 编译器 会在 成员之间 加上什么呢 前充字节 加前充字节 这是第2一点 我们 我们先不解释第2点 然后再来看第3一点 结构体的 总大小 为结构体 最宽 基本类型 成员大小的整数倍 就这个 第3一点 结构体 结构体 总大小 为什么呢 为这个结构体 最宽 基本类型 成员大小的 整数倍 OK 我们这一块呢就要牵扯我们这个字节对齐了 字节对齐呢 他有助于 加快计算机的 取出速度 节省指令周期 我们 对我们这个 视力而言呢 首先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准则2 也就是根据我们的准则2 每个数据成员呢 他相对于手地值的偏移量呢 他是成员大小的 整数倍 需要呢 这块呢就需要在我们 差型成员 C1 和少的形成员 S1 之间 加上一个空字节 加上一个空字节 所以说呢 整个结构体的长度呢 就变成了8了 就变成了8了 现在呢 我们来变化一下我们他的在这个定义的顺序 一定的顺序 我们呢 我们呢 把这个 呃 把这个 差放在最后 把X2的定义呢 放在最后 把它放到最后 呃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结果 结果就变成12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呃 他只是交换了数据顺序 为什么结构体的大小 又扩大了呢 这还是由于我们这个 三条准则来决定的 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呃 第二条准则 需要在我们的S1 和I1之间 加入两个空字节 而我们的根据准则三的话呢 就是结构体的总大小 为结构体 最宽基本类型 成员大小的整数倍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C1后面 加上三个空字节 最后呢 他类型呢 就变成了12了 这样子我们首先呢 在内存当中呢 首先存入short形 就是存入两个 两个字节 然后呢 遇到比他大的 4 就是int 呃 传造这个 下一行的时候呢 就是 呃 4 而我们前面的这个short呢 他必须扩展成4 必须扩展成4 所以说呢 他 在他的后面呢 就需要加上 呃 两个 空字节 前面呢 前面呢 就站了 呃就8了 就是每一行存入4 然后呢 我们short的话呢 他有一个 但是后面需要补三个 呃空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 是8 而针对于我们 呃刚才那个不变换的话呢 首先存存入的是1 1 呃比他大的是2 所以呢 他这个2呢 可以存放到 我们的这个 short 之上 他们两个 存放在一行 然后后面呢 请加上一个1 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这个三条 字节对齐准则当中呢 反复提到了这个基本数据类型的概念 所谓这个基本 呃类型呢 它是指的像什么呢 像这个 short short int flot double 这样的 内置数据类型 数据宽度呢 就是指的他这个sizeoff的大小 也就是他的字节数 一方面 由于结构体可以嵌套 他的这个成员呢 可以是符合类型 比如说 另外一个结构体就是他的后面 呃就是我们在介绍的这个 共物体 以及类的对象呢 在寻找 最宽基本类型成员的时候呢 不是把符合成员看成一个整体 而是考虑符合 类型成员的 子成员 另一方面呢 类的内部符合成员的 内存分配 仍然遵守 我们这个三条 基本的准则 好的 这是我们 呃 结构体变量的sizeoff 接下来呢 我们来 给大家讲一讲 共用体 共用体变量的sizeoff 第2个 共用体的 sizeoff 呃从原则上来讲呢 共用体的变量的大小 取决于所有的 取决于所有的成员中 占用空间大小的 一个 我们呢 我们呢 来定义一个sizeoff 呃定义一个共用体 我们呢 一个 example double x XY 我们来求出 它的这个结构体 它的公共体 的sizeoff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下面它算出结果是8 因为呢 它的这个 最宽的 就是 根据我们这个结构体变量内存分配的准则 第三个 它就是可以得到结构体的总大小呢 为我们结构体 最宽基本类型传的 整数倍 就是8 它X呢 它这个double呢 它是8 而如果呢 我们更改成这样 比如说呢 我们 Y 先加成 数组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它就等于16了 它就等于16了 这个时候呢 它等于16 这是因为什么呢 在它当中 最宽 进败类型呢 也是 是这个 double 它占用的是八个字节 根据这个准则三呢 公物体的变量呢 必须是它的整数倍 所以说呢 会在后面呢 填充三个字节 会在后面填充三个字节 输出结果呢 是16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如果是13的话呢 它这个呃 原就是从原子上来讲呢 公用体的变量的大小呢 就取决于所有这个成员当中 占用空间最大的一个 首先呢 我们这个差数组呢 它占用的字节呢 是13个 是13个 呃 然后呢 它的最大的基本类型呢 是double 8 13不能整出于8 所以说呢 13要加上3 才能整出于8 最后的结果呢 是16 呃 和结构体一样呢 除了成员变量之外 共用体呢 还可以有成员函数 呃 这一块呢 呃 不在我们呃 的介绍范围之内 好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结构体 和共用体的size-off的呃 计算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 课后习题 作业 那么 今天